猜猜我試睡 這個是林德順 這個是…我認不認識的 是鼻高的 1Maker 好激嗎 葉玉卿 趙優優 優優姐 好美啊 好美啊 怎麼猜 天佑 長假樂 好相似啊 沒有變的 很牛精啊 很想打他那些死小子 阿沙 很有趣啊 阿沙的樣子 沒有變過 我認不認識他 謝霆鋒 黎明 也有一點相似 是不是黎明 Yeah 那些人說 我很害怕 網上一些負評 我說我不害怕 因為連評都沒有 沒有負評 當然是沒有人會 傷心過被人罵 我覺得 因為你做任何東西都沒有人看 洩氣反而不是說 有沒有人討論或者負評 而是洩氣是當你沒有氣開的時候 糟了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夠好 所以那些人不找你呢 某程度上 別人覺得我是一個考牌狂的原因 我自己覺得我最抵運的位置 是因為我缺乏安全感 小時候我是怕大過我沒有工作 找不到工作 所以很小時候我已經考不同的牌 希望將來的生活有安全 例如我會考救生員 將來我沒有工作 起碼可以做救生員 導遊牌 起碼做不到救生員 可以做導遊 因為我現在考電單車 PASS了之後 我很想考貨櫃車 拖頭 拖著幾個貨幣 你要炒了多少噸 之後再考上去 我希望將來有拖頭牌 一來好玩 將來沒有人再找我拍戲 我可以做貨車司機 我有耕田 新界地區真是低幾度 我真的家裡會結冰 我不是開玩笑 冷又冷人幾度 熱又熱人幾度 所以我覺得我的生存能力很強 我覺得新界人的特質是不怕苦 可能因為小時候 一向你這樣的環境長大 甚麼都要靠自己努力 還有不放棄 我都是公屋長大 會形成了我會不斷努力的心態 不斷令自己變得強壯的心態 最麻煩的是我打扮自己的時間很短 例如我洗澡的時間 我出門口的時間 譬如約了我坐正的 十二點正 我可以十一點四十五分才起床 但我不遲到的情況下 十二點中我一定準時出門口 十五分鐘已經是多了 我可以五分鐘之內出門口 我想這個是馬甩 宅女是因為我不喜歡外出 我很喜歡在家 所以馬甩宅女 我想這個名字就是因為這樣 我幾清楚自己要甚麼 或者我知道我人生活著是為了甚麼 人生活著是為了過程 譬如我考過貨國車牌 原來駕貨國車有這個感覺 我希望離開這個世界那一刻 我會拿走很多感覺 是的